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党章和宪法赋予 职责既定 职责法定 一规一计一法履行职责不是一般的工作要求 而是严肃的政治要求和政治责任 日前本栏目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纪委监委的部分干部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和计划 2017年 辽元市东辽县将党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法规 纳入党校干部培训和各单位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 参赔参学3700余人次 开设青年东辽微信公众号 加大通报曝光频次和力度 全年通报曝光9批次通报典型案例40起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是党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绝对部署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系改革 我县观察上级各项绝对部署 不知不扣地把监察体制改革4.15落落实处 17年12月28日 我当县为县监察为主任 当我向宪法中央宣誓时 我深感到从纪委书记到纪委书记 兼监委主任这个身份的转变 意味着我肩负的指责和使命的转变 我对纪检加压机关的指责定位 监督方式和工作遵循有了新的意识 既要当好党的距离执行者 也要当好法律的执行者 不仅承担政治责任和距离责任 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2017年 辽元市东辽县组织全县 230余名县管干部 签订了连结从政承诺书 对新提拔交流的80名领导干部 进行任前连政谈话 约谈全县13个乡镇 41个县职部门一把手 和纪委书记纪检组长83人 则令两个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有针对性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监委成立后 监察范围的扩大 信法数量的提升 还有指责定位 指计方式的转变等等 对我们纪检下干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东洋县 首印监委主印 确实感到弹子很重 压力很大 但在市纪委和市监委 及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县纪检干部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家乡 自身建设 印证理质净责 改革市场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 监委成立以来 我县纪检经济机关 各公受理群众举报 136件事 同比增长43.1% 其中新增纪检经济对象的 信访件15件 占信访总数的11% 一至4月份 历爱47起 同比增长4.4% 2017年 辽元市东辽县纪委 严格执行一案双查 对三名工作失职 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利的 县管领导干部 进行责任追究 对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 反馈交办的 70个信访件认真查处 下发通报两期 追责党员干部43名 监委与监察局 不仅仅是换一个牌子的变化 监察局是行政机关的 距离监察部门 是政府的组成部门 监委只有国家权力机关 移民代表大会产生 与一府两院是并列关系 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监察范围的变化 实现了对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员的全覆盖 我线既检监察机关 改革前的监察对象 为14000亿左右 改革后达到了17000亿左右 增长了17.4% 我们通过在信访市接待 发现群众对监察委 成立关注度比较高 期望值也比较高 而如何让群众 从改革视角工作中 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是我们今后工作中的重点问题 比如这次改革 我们把基层群众 自主组的管理人员 纳入了监察对象 这对我们大力整治 农村基层不足之风 严厉惨治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具有现实的意义 2017年 辽原市东辽县纪委 结合实际 有效运用监督直纪四种形态 对党员干部存在的 一般性苗头性问题 提醒谈话88人 谈话韩巡22人 见面谈话42人 党继清处分141人 重处分23人 建委组建后 如何更新 纪检监察干部的理念 如何精准的 医法 医技 医规等等 在我们实际工作中 均有很大的变化 对我们的工作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在信法工作上 监督范围的扩大 群众观度的提升 信法量的增加 还有无立法 参访等问题 再比如 在审查调查工作方面 如何加强 技法间接 法法间接 如何更好地 把监督挺起在前等等 这些都对我们 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监委成立以来 我们着力加强 自身建设 通过举办 东纪讲坛 选派 在纪检监察干部 到省市纪委监委锻炼 外出学习考察 组织测试等方式 全面提升 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 更好地担起 党章和宪法 赋予的神圣职责 和光荣使命 2017年 辽原市东辽县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受立信访举报248件次 立案审查167件 较去年同期增长22件 给予党政绩处分164人 其中 赋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20人 同比增长66.7% 移送司法机关7人 以整治扶贫领域 突出问题为重点 紧盯扶贫专项资金使用 低保 威防改造等领域 开展专项巡查 严肃查处 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 吃拿卡药 忧亲厚友 甲公祭司等 向扶贫民生 款务伸手的基层微腐败 小官大贪问题 2017年 全县共查处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39个 处分39人 警察体制改革后 监压范围更大 工作标准更高 监督制约更为阳格 对基检加压工作 提出了更高标准 更阳要求 就我现在实际情况看 如何更好的规范工作 如何更好的提高能力水平 如何更好的落实 打铁必须自身用的要求等等 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应务 实际工作中 我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 在工作规范方面 我建坚持按照 四级委董叔叔提出的 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的要求 印证开展 仔细监督和审查调查 严格贯彻 上级纪委下发的 五规程一规范等制度规定 二是 提升能力方面 注重营业融合和业务融合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素质 业务水平 三 在队伍管理方面 在全县 纪检监察机关 开展 机关作风建设联活动 完善机关学习 党员活动 工作距离等 词语向内部监督制度 坚决查处 止计伪计 执法违法 严议法登下黑 对伪计的 纪检监察干部 绝不留情 2017年 辽元市东辽县纪委 紧盯重要时间节点 在春节 端午 中秋等 节假日前夕 下发禁止性通知12次 教育提醒广大党员干部 连结自律 围绕干部工作作风 公车管理使用等 各项制度规定 落实情况 开展明察暗访5次 针对23个县职部门 和乡镇存在的 机关干部工作时间 上网玩游戏 工作时间睡觉 或不在岗等问题 是情节 分别对一把手 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 进行了提醒谈话 监察委组建以来 我们通过抓银员清合 机构整合 业务磨合 做到了挂牌即开局 转力即开工 干部队伍在实践中 不断融合磨合 努力使工作效能达到最大化 一方面 我们狠抓教育提醒 从关心和爱护干部的角度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联政教育 纪检监察报刊 纪检监察教育篇 做到全覆盖 增定了宪法 监察法 刑法 刑诉法 等法律法规书籍 组织广团员干部 应征学习 通过组织 县管领导干部 签订 连接资历公开承诺书 对新提拔的 和交流应用的干部 进行印钱联中谈话 下发家庭助联 创业书等方式 教育广大干部 和公职员 绷解连接资历这个议案 一至四月份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 共提醒谈话 十四人 约谈二十四人 谈话寒寻五人 界面谈话九人 通报报告两批 八人八起 另一方面 我们切实加强 审查调查力度 四月下旬 我们率先 在四个县区 对一名同级管理的 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和一名村支部书记 查局留住措施 也是我县 监察体制改革后 查办的首例留住案件 该案件 县委高度重视 县纪委 监委 投入了大量的严厉 精力 严格 依纪依法 规范有序的 开展审查调查 目前 该县管干部 被开除党籍 开除工作职 村支部书记 被开除党籍 二人涉嫌违法问题 已经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我们综合运用审查调查措施 首例留住案件 只用五天时间 便规范 高效 安全半截 在广大党员干部中 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审查 调查情况 在青年东辽微信平台通报曝光 关注严肃达到七下云次 创关注严肃 新高 2017年 东辽县开展了两轮巡查 巡查乡镇和部门18个 向县纪委被巡查单位相关部门 移交问题线索67个 已经立案11件 寒寻一件 提醒谈话一件 出核了结32件 对13个乡镇和21个贫困村 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查 梳理出问题54个 发现问题线索6个 立案一件 正在出核4件 了结一件 巡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实际工作中 我县重点抓三方面工作 一是抓思想融合 县委书记 亲自于县检察检察长 和一名转立的复合级干部 谈心谈话 县改革4点工作领导小组 分别对10名的转立干部 一对一地 谈心谈话 确保转立干部 思想稳定 状态稳定 二是抓银远融合 我们已召开欢迎会 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以转立的干部 谈心交心 对转立的干部 进行加防等方式 切实增强 纪检检察盖部 以转立的干部 进一家门 成一家人 说一家话 干一家事的意思 同时 按照银杠相识 交叉配备 洗脑户补 向一线清洗的原则 重点加强 纪检检察时 人员的力量 将转立的员员 以组织原有的员员 全面打乱混编 一名转立的干部 为监委委员 四名转立的干部 应检察时服务人 调整后 组织检察时 占比80.7% 员员编制占比89.2% 三是抓银远融合 采取请进来 派出去 以按代训 以干代训的方式 邀请市纪委调业员 在全县计划干部受课 组织干部 赴浙江学习先进经验 选派干部 到省市监委锻炼 全面提高了 个人的旅子能力 下部工作 我们要坚决贯施 省市纪委监委的全会精神 继续深化改革 建立起党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 全为高效的监督体系 以实实在的改革成效 回应移民群众的关切 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 一是 具体加大 惩治腐败力度 始终坚持 武警区 全覆盖 零永远 二是 提高工作质量 重点加上 信访 审查 调查 案管 实力等工作 坚持 一纪一法 一规开展工作 着力提升 纪检干部的 政治化和法治化 专业化水平 三是 注重队伍融合 加强 对纪检家的干部的 思想教育 多方式提升 纪检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使全纪检家的干部 牢固树立 四个意思 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做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对党忠诚 勇于甘当 议真履职 清正连结 2017年 逃难市纪委常委班子成员 分别约谈了 92名党委党组书记 和47名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 市职和乡镇党委党组书记 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 约谈基层党员干部 2131人次 再次重申和明确了 两个责任 落实要求 一个是体会更深了 由学识点 看新闻 到作为施工队 组织实施 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 目的和重大意义 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二是信心更足了 只能的整合 融合 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 也为我们施展才干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三是节奏更快了 抓人员融合 抓学习 抓业务 监察委员会成立后 我们就进入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 2017年 陶南市纪委 集中对33名新任职市管干部 进行了任前谈话 对全市277名 有婚丧喜庆事宜的党员干部 进行了关爱谈话 对65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长 进行了连政谈话 反腐败工作承载着 党委以上纪纪委的重托 和人民群众的期望 监察委员会成立 反腐败只能的高度统一 都意味着纪委书记 监察委主任的 监上的责任更重了 面对陈甸甸的责任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一是如何能尽快提升旅纸能力 二是如何更好地推动工作落实 能力提升方面 重点是要加强学习 以宪法监察法为统领 做到先学一步 多学一分 学深一层 工作乐事方面 重点要紧贴实际 科学谋划 以行之有效的措施 将反腐败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用扎实的成效来诠释 纪检监察干部的实名担当 2017年 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利的 八个党委党组 履行监督责任不利的 六个纪委纪检组 实行了一票否决 分别对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提醒谈话 对履职不利的 24名党员干部 进行了责任追究 其中组织处理20人 党继处分4人 监察委和监察局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意义上更加深远 从政治上讲 监察委是在人大的监督下 以一幅两院平行的监督 监察机构 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一大突破 从指责上讲 监察法赋予了我们监督 调查处置的权利 和12种 一务实高效的调查手段 反腐败更加高效 监督更加有力 从监察对象上讲 范围更加广泛了 首次实现了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督的全覆盖 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17年处置问题线索272件 同比增长5.4% 共立案252件 同比增长18.9% 结案204件 给予纪律处分202人 立案审查试管干部33人 同比增长50% 一是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陶南市监察委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已经处置问题线索84件 其中立案71件 同比增长了9.2% 并且首次实现了对 只务违法犯罪案件的调查处置 二是工作量明显加大 加班加点成为新的工作常态 仅在查办原农法办主任刘甫民 违纪违法案件时 办案人员就先后辅长村 松原 余树等地调查取证三十余次 调查有相关资料一签一本 形成谈话笔录一百八十余份 三是工作氛围更加和谐有序 大家把学习当作了首要的政治任务 每个人的办公桌上不仅摆上了 具体处分条例 监督问责条例 还摆上了宪法 刑事诉讼法等书籍 大家聚到一起研究思考 交流探讨的多了 大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了显著的提升 2017年 对14名党员领导干部 做出重大职务调整 对一人采取断崖式处理 开除党籍12人 移送司法机关6人 2017年 对15名存在苗头性 和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 进行了谈话寒寻 并有针对性的开展了回头看 经谈话寒寻 澄清问题3人 提醒谈话7人 见面谈话5人 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主折 是监督调查处置 其核心要义是查处 指务违法和指务犯罪 其主要目标任务 是夺取反伙败压倒性的胜利 就当前而言 我们的主要任务 一是严肃查处发生在 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的 贪污受贿行为 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是严厉整治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政治风和腐败问题 不断后知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背后的 隐性腐败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2017年 发现违反四封问题49个 其中例行例改28个 通报批评15个 立案查处6个 给予纪律处分6人 2017年 查处借婚丧喜庆事宜 设验脸财歪风问题3起 处分党员干部5人 查处涉软问题9起 处分党员干部9人 查处滥发津贴补贴 和购买高档烟酒问题5起 处分党员干部5人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我们完成了机构主建 人员转立和工作融合 可以说已经牢牢站完了 改革的第一个台阶 目前已经进入 全面履止的工作阶段 我们的工作重点 就是加大直接审查 和直接调查工作力度 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 群众反应强烈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相互交织 发生在选人用人 审批监管 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腐败行为 形成高压震慑 那么就如何打好 监察委主建后的第一枪呢 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选中靶心 集中发力 1月5日 陶南市监察委 正式挂牌成立 1月18日 监察委对陶南市 爱委会办公室 原主任采取了留置措施 对其重大指误 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审查调查 3月9日 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这起案件备受社会关注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针对留置措施 也是白城市第一起 为了更好的 把留置措施 实施到位 更好的 符合监察法 在留置措施 采取措施之前 我们及时和省纪委 白城市纪委 取得联系 针对每一项措施 针对每一项工作 我们都争取到最大的支持 从目前看 在省纪委 和白城市纪委的支持之下 我们的留置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并且得到了 省纪委的高度认同 2017年 全市先后三批次 对12期典型问题 进行了公开曝光 将问题公之于众 点名道姓 不遮不掩 形成了有力震慑 2017年 受理和排查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39件 建立了清单抬账 并进行了快速处置 其中对实践实名举报件 进行了事实答复 对7件上级交办和督办件 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及时报送了调查结果 对本级巡查发现的 14个问题线索 进行了及时反馈 新组建的监察委 任务发生了变化 监察委 依法行使的监察权 不仅仅是行政监察 反贪翻读 预防腐败 只能的简单叠加 而是在党的 直接领导下 代表党和国家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 和公职人员 进行监督 既调查 指务违法行为 又调查 指务犯罪行为 随着监察法的出台 需要我们把指责和任务 结构的深度融合 我们把案件 检查室 由过去的四个 调整为九个 就是为了进一步 提高 指务执法能力 和指务执法的深度 三是 有效设置 既检监察室 同时履行 审查调查指责 做到查尾计 和查委法 同步进行 分类指导 实现 履指方式的深度融合 其中 涉及骗取微房改造资金 十二件 涉及侵占惠民补贴六件 涉及挪用扶贫款物一件 涉及掠夺资产资源三件 我坚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一个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 机制顺畅的 法治监督体系 将成为新时代的 一张亮丽名片 另外 随着监察官制度的落实 既检监察干部 将发生全新的变化 依知政治信仰坚定 专业素质过硬 清正连结 行动有力的 既检监察干部队伍 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在每周一准时关注 党风联政进行时 同时您也可以登陆 吉林省纪委官方网站 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发表您的观点 好 感谢收看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